第一行 大彼菩薩論集成以後 持經者反抗論詩 其實我們叫做經部PV詩 是從有部分出來的 他對於有部重論 而且重分別 這樣的一種作風可能不太相應 所以他重疾欲 而且他不認同 有部說的所謂的三世十有 法體橫純這個概念 我們說這個法體 一切法的本體自信這種 這個是後來變得有一點點複雜 他還是認為是一切法有的 那一切法有 經部也是講一切法有的 那只是一切法指的是什麼法 內容可能不太一樣 那是縣世 重點在是縣世有還是三世有 主要是這兩個差別 那認為現在是有的 那麼過去跟未來 不過就是現在的延伸 或就是過去延伸到現在 現在又延伸到未來 只是這樣 所以但是體只有一個 那所以不能講 三世都實有 昨天的我跟今天的我 昨天的我也是實在 但是在昨天講 在今天 昨天的我已經不實在了 那明天的我存在實在 是因為由今天的我到明天 那麼過去現在未來這個體 只有一個法是實有的 其他都是假有的 就是相依現在這個法而說的 那有部不認為是這樣 有部認為是三世實有的 好 那因為改才叫做現在有 發展為所謂的金部辟育師 說一切有部的阿比達摩論詩 與金部有著古老的因緣 那都是基本上應該最早就是從上座部 然後分有部分別縮部 那有部底下又有所謂的金部分出來 那金部跟有部留下來的資料算是比較多 所以如果講部派 那麼主要是金部跟有部 那麼說有共同的部分 在彼此相互辯論時 說到了結集的總頌的存在 那這個總頌其實就是一切金的 那麼它這個色金名的這個色頌 那這個色頌每一個色頌裡面 大概就是有十部經或八部到十二部十三部 都不一定 大概主要是十部經 那這個色頌表示了當時 有這一部經存在 那麼也是這樣 那所以他講到阿比達摩順正理論 那我們知道順正理論是有部的一個代表 那麼它的出現完全是因為聚舍論 因為世青寫的聚舍論 但是世青的聚舍論 其實比較偏重站在金部的立場來批評有部 但世青是到有部裡面去學習的 叫加斯彌隆裡面去 其實是學習有部的 但是他學習有部 一有部的教理寫成一部聚舍論的時候 一開始大家都不認為 以為就把它當成有部的教科書 那後來發現他講的一些理論 和清思想跟有部不太一樣 那麼所以開始就慢慢發現到 這個聚舍論其實是批判有部的 所以那個時候他們有部出了一個 也是算是很有名的人 叫做仲賢 這個仲賢就寫了一部聚舍暴論 就專門針對聚舍論 那因為聚舍論是世青寫的最後一部小聖論 寫了聚舍論之後他就怎麼樣 他就轉入大乘了 他就轉入大乘 所以那個時候仲賢要找世青辯論 世青也不願意 那麼他就寫了一部所謂的聚舍暴論 專門針對聚舍論 那麼來批評聚舍論 來講聚舍論哪裡講這個有部不對不好的 那麼專門釐清這些事 那世青認為聚舍暴論這個名 這個書名這個論書的名字 有一點點就是比較我們講帶一點火氣 暴就是打擊嘛 專門打擊聚舍論 就覺得這樣 所以把它改名 改做順正理論 那這個不是原作者的意思 原作者叫做聚舍暴論 他就是要打擊聚舍論的 因為聚舍論批評了有部的一些觀念 聚舍論你說它是哪一部 它也不是哪一部 但是它偏重經部的思想 但是它也不是經部 所以它可以說製成一部 那聚舍論在中國後來形成一個很重要的學派 聚舍學派 那麼也變成就是後來大聖論裡面一個很重要的論 因為它可以說是 可以說是總結了當時部派的精華 所以後來研究聚舍論也變成一種潮流 即使在現在聚舍論也是很重要的一部論 那日本人認為說 那日本人認為說研究為事 研究為事好像是三年 研究聚舍要五年 聚舍更複雜一點點 好 那它這裡講到所謂的聚舍暴論 那事情把它改作順正理論 那這我們稍微要知道一下 那順正理論 那它講到 比不許有如是欺經 因為它 我們說這個 聚舍論主要是依經部的 但它 不是全部道理都依經部 因為世青有自己的看法 那但是主要是依經部的 來批評有部 所以順正理論很明顯的 依有部來批評經部 就是這樣 所以他們兩個有爭執的部分在這裡 但是世青其實並不是經部的人 他只是認為經部說得更有道理 但是經部也是從有部出來的 其實是這樣 他說 筆不許 這個筆指的是經部 不許有如是欺經 指的是有部的這一部經 特有的這一部經 叫做順別處經 有部以為 這是導師加進去的 他說不應不許 就是站在自己的看法上 就是你不可以不許這部經 錄結集固 他已經錄了這個經的一部分 就是他把這個變成他們 他們結集之後 他們傳送的一部分 又不為害 諸於欺經 一不為禮 故應成亮 好 那麼我們先把這個聞看 後面導師會解釋 後面這個引經之後的解釋 就是導師用白話說的 他說 筆為此經 飛入結集 月總順故 就講到總順的問題 就是 月就是違背 就是總順裡面沒有這一部經 那你的結集裡面有這一部經 所以這一部經是你加進去的 那我們看大筆佛撒論裡面 有一些這些討論也有 那麼 甚至批評 其他的不怕也是一樣 這是你自己加進去的 我們都沒有 我們的傳送裡面都沒有這一部經 那他這裡講 月總順 就是違背 就是總順 總順沒有這一部 叫做月 超月了嘛 違月嘛 那麼如說製造順別處經 立為異品 那麼若爾便應棄捨一切 為字不值的聖教器經 假設說你不在總順裡面的經 就不是 那麼 所有一切 那應該 所有一切 總順裡面沒有的經 都不能放進去 如說製造兩種空經 立為異品 一月總順 如是等類 互相揮波 好 那我們看導師的解釋 所以卻有不以為 順別處經是入結集的 與其他的契經並沒有違憾 所以他說 不應不許入結集固 就是 我們叫做修多 前面講到嘛 就是你能不能加入結集 新的經可以 但是要 要符合兩種原則 那麼 修多羅相應 不悅疲 後來又多一種 叫不違法性 就三種 那麼 本來是講兩種嘛 就是修多羅相應跟不悅疲禮 後來又講一種 叫不違法性 那也並沒有違反正理 那 當今不以為 就是他有三種 修多羅相應 要跟以前結集的清相應 第二個 要不能違反戒律 疲禮佛所制的 第三個 不能違反佛所說的禮 那麼叫做不違法性 所以他基本上 修多羅相應 不悅疲禮 不違法性 就是說 這些經是不是佛說 以這三個來界定 那麼 但今不以為 這部經 飛入結集 理由是 月總頌故 古代的結集 是審定 而又赤地淚鞭 為了異辭不悅 所以鞭有總送 那這一部分 有一部分 我們就叫他 這個 修多羅 這什麼 忽然間忘記 三分教 修多羅 啟悅 你看一下子就忘掉了 修多羅啟悅 就是有時候就把它叫做啟悅 那麼這個 祭頌的這一部分 有所謂的 色頌 那麼這個就是總頌的部分 大抵色十經為一頌 不一定是十經 但是大抵就是十經為一頌 那麼有些是經明 有些是經義 如果是十部經後面的 那個都是經明 如果是一部經後面的 那個就是經義 就是這一部經後面有一個頌 那個是經義 那麼如果是十部經 或十一部經 講完了之後才有一個色頌 那個是經明 如果是所有的經後面的 那個是十部經裡面的第一部經 十部經裡面的第一部經 就這樣 那個也是經明 那個又不一樣 因為總送不可能 就是一個送而已 但是這部經 這個經就拜託這十部經 這部經代表這十部經 或幾部經就這樣 色頌就是這個樣子 就幫助你記憶 那麼 所以說總送沒有說到 就表示當初結集的時候 沒有這一部經 那麼有不以為順別處經 是入結集的 經不以為不入結集 只是立為義品 那義品是在一頌中 或一頌之間 賦予總送而成為義品 就是之外的 那麼 賦入射送的 如雜事的內射送 就是賦予總送的實力 這不是舊有的 但時代久遠的 賦予總送的 可能被認為是總送所有的 於是乎有入結集 以不復入結集的爭論 那麼 他說可見總送也是多少差異 那麼就是 總送照理講應該是最根本的 但是 流傳的避免就是難免 難免都會有一些誤差 所以即使是總送 也有一些不一樣 你的總送 照理講總送是最根本的 應該是一樣的 但是你的總送跟我的總送 也有一點不一樣 對於金部的意見 有不採取的反難 就是反駁啦 那你說我這樣 那你們自己裡面的一些經 金部裡面的一些經 也是有些不入結集的 也些總送沒有的 依金部的見解 那與金部教育不合的契經 多可說不是總送所有 而可以否認 例如兩種空經 大空經、小空經 那麼也是立為一品的 那麼這個後來放在中阿涵 也是越總送的 兩種空經就是小空與大空 所以切有序公認的總送 是沒有這兩經的 那前面說到 其實這個是放入中阿涵 但是總送是有的 好 但是賦予總送的一品 與且施地論的色是分 那麼抉擇雜喊的六處相應時 恰好有大空經與小空經的論意 就是說說一切有部的總送裡面 其實是沒有這部經的 但是與且施地論的色送裡面是有的 那其實就是我們講這個總送 也有一些差別 再後來這兩種空經 有部編入中阿涵 那刺銅碟部 就南傳的 那其實刺銅碟部就是分別縮部 分別縮部的刺銅碟 那分別縮部跟說一切有部是兄弟部 它主要有三大系 上座部底下有三大系 說一切有部系 分別縮部系 跟獨子系 獨子部系 這三大系 那三大系裡面獨子部 比較流傳下來的不多 主要就是 主要就是說一切有跟分別縮 那說一切有底下又有經部獨立出來 其實是這樣 那分別縮部底下就多了 那麼法戰部、畫地部、影光部 那包括赤銅碟部 這個都是分別縮部這邊的 那赤銅碟部一樣是編入中部 南在相應修多樓中 這兩種空間是附於促相應 總送的異品 那異品就是它 我們前面講 就是它可能一開始總送沒有 那所以附進去的 以兩種空間為例 以兩種空間為例 射四分射受所有的奇以十九間也應該如此 曾經是附屬於雜阿寒的 其中三間一直保留在雜阿寒的如來祭說中 修多樓企業祭說 以修多樓為本 賦予企業祭說 不斷的結集出來 不斷的附屬於下 就越來越多越來越多 內容比現存的雜阿寒還多 成為經說的總集叫做阿寒 那麼從總送於異品中 可以明確的理解出來 好 那麼這個只是在說 這個修多樓阿寒 那麼阿寒經的四阿寒 那他的一個狀況 相應教 含容了企業祭說的相應教 在一次多眾的共同結集 這個就是七百結集 是辟舍離的七百結集 佛滅後一百年 那麼舉行所謂的第二結集 辟舍離結集 那有七百個 號稱七百個阿寒 那以相應教為本 廣集流傳 於相應教外的波利爺爺 那麼波利爺爺其實 我們看他底下有沒有講 波利爺爺主要是說 流傳 流傳 就是它的道理 它是義的意思 就是經義的意思 就是把種種的經義做分類 約這個義來做分類 那麼有所謂的單純的 有所謂的反覆的 有所謂列舉的 這些種種方便說 就是約一而說 有單純反覆列舉 ? 波利爺爺爺是哪一個爺? 月在下面 夜在下面 地別在下面 你會寫波粒或月 没有 他寫波粒月也 你们那个字我看一下 你这样缘也不一样 我看看 要去找一下 他应该是 波利业业 但是他这一本是写波利业业 其实练起来差不多了 你们再去找看看到底是哪一个是正确的 是波利业业还是波利业业 这里是写波利业业 所以要去查一下 那么他基本上是约异 其实念起来差不多了 这是音译 音译而已还好 那么他是约这个译去分类 他底下没有解说 分类 分门别类 那么主要有三种 单纯的 单纯的 然后反复的 他是这么说了 反复的 以及列举的 那么都是所谓的方便 种种的方便兽 约异分类有种种的方便兽 所以他说 这个别边为四部阿罕 当时中阿罕大概有100经 长阿罕大概有20经 真一阿罕传说为550经 那么多 那么等到部派分放 各为四部的结起 如大阴经等 十部 所以却有部编入中阿罕 而分别说西 却编入长阿罕 于是部派间的四部阿罕 出入就更大了 四部阿罕的集成 那导师在他的这个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中 大概有讲 现在想在一题的 第一个汉译的真一阿罕 并不是说一切有部的诵本 那一般来说 四阿罕里面 那么我们说 扎阿罕跟中阿罕是有部的 大概是这么说 扎阿罕就是扎阿罕是有部的 那长阿罕是法重部的 正义阿罕是哪一部的 正义比较多 但一般来讲 是属于大众部末派的 就是这样 那大众部底下又有分 那大众部跟上座部是根本的两部 根本两部 那这个大众部留下来的经典非常少 不多 那上座部底下主要有两大戏 我们说说一切有跟分别说 那我们现在多数的这个阿罕经 或经跟论多数都是这两部传下来的为多 那大众部跟大圣的渊源比较深一点 那大众部留下来的这种经比较不多了 那其他我们说别意杂涵是影官部的 影官部也是分别说系的 分别说是底下有四部 如果我们这样来看 我们这样看 那就是现在的经跟律 经律论 可以说经律论 我们说这些经律论主要 主要都是从上座部下来的 佛灭后 佛灭后开始就分为两部 就是这个上座部 根本二部 就主要是两部 根本二部是上座跟大众 上座部跟大众部 那大众部比较复杂一点 然后到底怎么分 也有很多种说法 那主要是上座部 上座部主要是两大系 另外有一个独子系 那我们说主要是两座系 就是根本说一切有部 我们就讲说一切有部就好了 就主要是这两部 说一切有部跟分别说部 分别说 分别说部底下比较多 就是我们的经律 大概都是分别说部的 那他有所谓的 他有所谓的这个法战部 法战部 眼光部 眼光 加色衣部 眼光部 那有所谓的化地部 那刺童蝶部 都是这一些 那么我们说这个别意杂涵是影官部 那这个中阿涵 长阿涵是 中阿涵跟杂阿涵是说一切有部 这个别意杂阿涵是影官部 别意的杂阿涵 别意杂阿涵是影官部 那这个我们的真意阿涵 真意阿涵是倾向于是大众部 真意阿涵 那南传的 南传的五部你可以也或四部你可以也都是赤童蝶部 巴黎藏的 南传的相应部都是赤童蝶部 不管是长部 中部 还是这个相应部 那么真之部 都是 都是这个赤童蝶部 那就是阿涵 中阿涵 杂阿涵 那长阿涵是法战部 长阿涵是法战部 那除了真意阿涵 可能是属于大中部 或者其他 那律也是这样 论也都是这个多 律 这个是四分律 这个是四分律 我们的四分律 这个是五分律 这个是五分律 那时送律 时送律 时送律是有部的 时送律是法战部的 时送律法战部的样子 那这个是更有律 这个是更有律 那所以基本上 四分律是法战部的 不是 四分律是法战部 划递部是五分律 那所以大概 他讲到 导师这里是说到 那同叠律 赤同叠部 它就叫分别说部 分别说 分别说里面的 好 那他这里说到 他说 真一阿含 真 真子 他说 参与的真一阿含 绝非说一切有部的诵本 因为有部的真一 经唯有一乃至实在 是没有实依法的 因为他里面有讲到这样子 就是在有部的这个论书里面 只有真一就是他有法术 法术 法术就是一二什么是一法 什么是二法 什么是三法 类似像这样 那他说 有部的真一法 就是这些主要只有十个 讲到最多只有十 但是没有十一的 但是我们现在 汉语扎阿含里面是有的 所以撒佛多 撒佛多就是说一切有的意思 撒佛多部就是有部的意思 所以撒佛多律 撒佛多论 撒佛多比佛沙 其实就是指有部 所以却有部 那么 他说撒佛多家 无序 没有这个序 而汉语的真一阿含是有序的 因为撒佛多部的真一阿含没有序 它里面最多也只有十法 可是我们汉传的这个真一阿含里面 有十一法 然后乃至于它有序 所以它绝对不是有部的 也跟有部的传说部一样 杂阿含 那到底是哪一部呢 我们说他现在 其实真一阿含是哪一部 说法不一样 比较多 但是就是 比较导师的看法是比较偏重在大众 大众部 而且是大众末部 就比较后面的 那杂阿含说 杂阿含经说 余迪迦修多罗 那么如真一阿含经 事法中说 成为事论里面这么说 那成为事论 其实印度没有这一部论 这一部论纯粹是中国的 那也成为事论是玄奏大师 那么柔和杂柔 那么解释 为事三十颂的十大家的说法 自己编成一本叫做成为事论 所以这部并不是他从印度翻回来的 但也就是他带了世青为事三十颂的十种论书的书 那么如果一本一本翻出来就有十本 但是 亏计建议不要这样翻 因为你十本 十本讲的不一样 那后面的人学 也搞不清楚哪一个是正确的 满了麻烦 所以你干脆就现在把它抉择出来 那么哪里是正确的 杂楼实加以复法为主 那么就编成一本成为事论 所以这一本在印度是没有的 纯粹是中国 我们就生产出来的东西 但是它主要还是依印度的 就是它里面的这些内容 有点像绘几本 就好像说现在无量寿经绘几本 那么取其他经的 那么认为这句比较好 认为这句比较好 然后把它砸螺在一起的 好 那因为世青写了为事三十颂之后 还没有写长寒 那就走了 所以底下为了 为他广分别说 记送后面就有广分别说 那就有十家的说法 好 那么成为事论说 那么我们讲成为事论是 中国为事中主要的 这个就是 中国的为事跟印度的为事又不太一样 那主要是中国为事法相中的 主要的教科书了 说一切有部真一经中 一密一说此名阿拉耶 为爱阿拉耶热阿拉耶心阿拉耶喜阿拉耶 那么设大圣论是吴佐的 称此为如来出现四德经 汉义的真一阿涵并没有这两部经 所以这不是有部的诵本 汉义的杂阿 汉义的真一阿涵没有这样讲 那么而是大众部末派 流传于北方的契经 那为什么是大众部末派 这可能要去看导师的说一切有部 不是看导师的原始佛教圣典志西成 那么他说杂阿涵经所有的经 编入赤铜碟部中部的 有二十四经 就是在北传是编入杂阿涵 在赤铜碟部却编入中阿涵 就是中部 中部相等于中阿涵 那么总共有二十四经 那么为什么这边是放在相应部 那边是放在中部呢 他说编入真之部的有一百四十经 这是从修多罗总集中 被编入别部 而绝非杂阿涵经取之于他经的 所以我们说 那么在中阿涵 在真一阿涵 在长阿涵里面 有一些是原来是杂阿涵的 并不是说 这些都是真一阿涵 真一阿涵 长阿涵 这个都是后来的 不是 有些是原来杂阿涵的 真之部是经赤铜碟部 扩大边传所成的 如杂阿涵的仙陀加沾眼睛 在真之部的十一集中 那真之部也有十一法 那么虽主体相同 而誓言与解说 以演化为十经 第三个分别说戏 分别说戏里面有很多 画地部 法战部 那这个 隐观部 赤铜碟部 他说尤其是赤铜碟部 是重视祭宋的 所以相应部以有祭篇为首 那说经葬有五部 那杂阿涵是以修多罗为首 那他是以忌 中忌的 那么小部荆棘中的波罗岩那 异品受到佛法传入南方的影响 分别说戏正是以南方 乌舍岩为中心而开展的部派 舍品 小品 大品 那么从这个杂阿涵也就是相应阿涵中编辑过去八重松 那共八经部分相同的有七经 这是集成于四部阿涵成立以后的 就是在四部阿涵成立之后 那么基本上还有一个小部 就是后来又加加加 那么第二阶级已经是四阿涵已经正式 就是有四阿涵了 但是内容还不断在改变 后来又有一个所谓的小部 那他说 那么这一些后来又在四部阿涵已经成立之后再成立 那本来是杂阿涵 后来是四阿涵 后来又有所谓的 有五部 经账有五部 又有一个小部 或者以为佛法的集成 先有祭送 而后有长行 那有人这么认为 是祭送在前面 长行在后面 但是 这个应该是 如果照佛陀的说法来讲 那应该是先长行 就像余体文 但是节级经典就不一定 那都是有不同的说法 那导师这么认为的 他说 如果讲先有祭送 后有长行 违反了九分教终 修多罗在先的事实 那修多罗为什么在先 前面就论 前面就 导师长篇大论就是在讲 修多罗是最初的 然后有企业 然后才有祭送 那么企业完全是为了要辩议 导师这个修多罗 所以才有企业寄送的出现 那么寄说是为了解释 这个企业 所以这个是最初 最初成立的所谓三分教 那修多罗是最先的 然后再来是企业 企业之后 企业因为是不了意 就是没有办法 从这个字面上就了解 他的意思 说要管分别 所以才后来又有祭说 那么祭说的内容也改变 企业的内容也改变 但是不管怎么样 修多罗是最初的 然后企业祭说 所以修多罗是最先的事实 所以你说 佛法集成先有祭诵 那这个其实不合乎事实 也忽视了祭诵 特别是八重诵有祭篇的通俗性 就比较随顺世间的 以原始佛教 以出家众为主体的特性 因为随顺世间 就比较偏重在哪里 偏重在外道与在家 世间的 就教化这个外道与在家的 那么阿含经重点 主要都是以出家为主 以佛弟子出家众为主 所以你看这个 即使是 即使是这个杂阿含里面 有这个所谓的 八重里面有所谓的 有所谓的长者在家的 那也只有一个直多长者而已 那在出家里面 以比丘为主 那比丘你当然也有 但是还是以比丘为主 那么这个是佛教以出家众 为主体的特性 一相应教 就是我们说的杂阿含 修多罗 而别边为长中真一 相应教有三分 就是修多罗企业跟祭说 那么祭说有两部分 弟子祭说跟如来所说 就是弟子所说跟如来所说 三分教是以修多罗相应为根本 本源的 为母体 这是说一切有戏的古说 那么从这一点去看 四阿含 觉得非常的妥当 当然 那么各个研究学者 他所持的资料 他的看法也有可能 有不同的说法 那我们说导师 依着他所理解的 他认为是这个样子的 这不但是为了解极死的残名 就是到底怎么解极的 而更重要的是 确认修多罗为佛法的圣意所在 好 那么这个是讲到 杂阿含跟四阿含的关系 好 那么再来看 杂阿含经的赤地与部类 他说 宋义的杂阿含 其实就是求纳巴陀罗 就是我们现在这一本 这个宋不是宋元明清的宋 这个是宋起良辰的宋 那么是四部阿含 别编以后 就是我们现在这一本杂阿含 是四阿含 其实就是不派佛教的 很简单讲就是这样 因为已经有四部阿含 它就是不派佛教的东西了 经过不派重置的杂阿含 所以我们才要讲 有根本佛教 有原始佛教 那么大家设结极的 那个时候的杂阿含经 或是相应修多罗 并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这个杂阿含经 即使是导师把它重编过的 还是以不派为主的 导师已经有讲过了 编这个杂阿含经 那么既然它是有部的东西 就以有部当时所编的为主 所以这个已经是不派佛教的东西了 那么当时我们说不派佛教的东西 传承来自于原始佛教 就是大家设结极的 流传下来的 那大家设结极的传承是佛陀所说的 跟当时舍利弗穆建人 这些阿罗汉所说的 但它只是一部分 只是一部分 因为它不可能结极 因为在当时佛陀号称说法四十五年 那么还有佛地址呢 那佛地址那么多 如果把这些全部结极起来 那不得了 但是也不可能结极那么多 所以它只是部分的结极 核心的结极 那么大家设结极之后 流传下来的东西 慢慢流传慢慢流传 就经过这样 又多出来又减 大部分是多出来的 那有一些遗漏了就这样 慢慢慢慢就变成四阿罕 其实是这样 那部派里面又加了一些东西 像我们现在杂阿罕 是说一切有不得 它都加了一些其他部没有的 那因为现在流传的杂阿罕 只有三个部派 一个就是别异杂阿罕 是眼光部的 一样是分别说戏的 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这个有部的 就是我们的杂阿罕 一个是也是分别说戏的 就南传的同牒部的 就只有三个版本而已 没有其他版本 所以也很比对 绿就比较多了 绿就比较多版本 绿至少有六种 六个部派 五到六个部派 那可以比对差别也有一些 那杂阿罕就只有这三个版本 而且别一杂阿罕才二十卷 那顶多就只能够分别说戏的 分别说戏跟说一切有戏的 这两部而已 那大众部的绿 大众部的杂阿罕 大众部都没有 大众部末派 还有一部真意阿罕而已 其他都没有 那所以这个到底 如果多一点 那么就可以比较知道说 可能就越接近 越接近当时大家的结局的经典 因为多的多 就是比较多流传的 那比对可能就比较知道 但是现在因为流传下来的不多 好 所以他是说 这个是经过部派重制的 就是我们这一部杂阿罕 琼娜巴陀罗翻的都杂阿罕 次第 它的次第 也跟部类分别 没有完整的范本可考 那这些其实后来也很纳闷 就是可能有一些埋在地宫里面 那么中国去印度取经的 那么至少有所谓的三大师 三大师是所谓的法险 玄奘 还有意境 这是三大取经的 去印度取经的 那么带回来的范本 其实是非常多的 那玄奘带回来也很多 意境带回来也很多 还有其他零零散散的 那么这一些范本多数都不见 那么有一些不晓得是埋在地宫还是怎么样 不晓得 因为有一些也没开起来起来 尤其特别是五则天的墓 五则天的墓到现在都还没打开过 那么有可能 因为五则天刚好 就是在意境那个时候 那么之前有玄奘 那么不晓得是不是里面有没有不晓得 这么多范本都不见 都不见 几乎都没有 印度 印度根本也没有 照理讲印度应该是最多的 但是印度经过回教徒的破坏 包括那个正觉大塔 那个普吉嘎雅那个 那个还是当时的佛教徒 在回教徒要打来的时候 不知道去哪里搬土 把它堆起来的 真厉害 这些佛教徒真有心 那个要堆 要堆很高 那个附近不知道去哪里搬土来 就慢慢堆 然后堆成一座山 在他们打来之前 堆成一座山 远远看起来 不然他只要看到那个佛堂 就破坏掉了 后来慢慢才挖掘出来的 真厉害 能够把它堆成一座山 然后把它盖起来 大部分都被烧掉了 但是因为唐朝末年 也有慧昌法难 不过照理讲 这些梵文经典 不晓得 如果所长在国家图书馆的话 也会被烧掉了 老实讲 那所长在寺院里面 因为像这种玄奘取回来的 义境取回来的 基本上都会放在国家图书馆 但是只要是放在国家图书馆的 那个皇帝不信佛 那通通拿去烧了 或是这个破坏 因为经过很多法难 那么试验都破坏掉 经书都烧掉 所以这个 但是也不可能都没有留下来 都没有什么留下来 这蛮纳闷的 所以他讲 都没有完整的范本可考 送求纳拔陀罗的原意本 对于全经不类 仅有不完全的记录 如经上说到 宋六路触品第二 杂音宋第三 弟子所说第四 道品第五 一一切论 摄氏分可以推荐杂罕的前五卷 应该是五音宋 是第一的 那么他说 宋品的记录不完全 又物编为无忧网 辟欲在里面 然后卷吃又有一些臭乱 所以一向 以为杂乱而没有赤地 所以大家就误会 所谓的杂罕 就是杂乱没有赤地叫做杂罕 那你不晓得说原来翻译做杂罕是因为 它是见杂有赤地 就好像这个阿弥陀先生讲的 七重行列 七重宝碗 七重杭树 一层一层 它是有赤地的 这前面是什么树 后面是什么树 有分类的 那么近代的整理杂罕 首推日本的直起政治 日本人在研究中国佛教这一边是早期是非常走在前面的 不过现在他们偏向于研究南传的 那早期因为日本都来中国求法 日本韩国都来 尤其是日本 保留了很多中国东西 也研究中国佛教算是比较多的 所以在台湾初期去留 出家人去留学都是去日本 像我们讲贵民法师 那么包括圣言法师 那个是早期的 然后贵民法师 大航法师 后光法师 就非常多的这个人都去留学 因为研究佛教这一部分 那么尤其是中国佛教这一部分 日本人还是有一些贡献的 但是日本后来认为 中国的所谓的这些佛法 他开始有所谓的批判佛教 那认为他所说的这些大称 偏向于大称非佛说 那么开始又有一些人研究所谓的南传的 开始有这个走向 不过日本的佛教 他有两个极端 就是他的研究 就是走在世界的前端 但是他的宗教 就是我们讲 把他的佛学跟他的宗教分开的话 其实日本佛教其实蛮明信的 非常明信 如果你去日本看你就知道 而且他已经没有出家的传承 可以说已经 他们没有受戒这件事 他们的出家人是可以娶太太的 可以结婚的 甚至是可以喝酒的 日本的寺院基本上没有僧人 没有真正的出家人 所以他们的寺院是光光的 他们是传给后代的 他们有经营饭店 吃饭的住宿的 这种种这些 所以日本的佛教其实是两个极端 就是所谓修行的这一套 其实已经跟佛法走得很远 但是研究的这一部分又走在前面 导师的很多 其实导师的很多研究 很大一部分也都是 站在日本人研究的基础上 在进一步的 其实也是这样 他说在他发表汉译四阿涵 一文中 以为杂阿涵经应分为八诵六十三部 就是他有研究杂阿涵 认为这个有八诵六十三部 五音诵 六路诵 杂阿涵诵 弟子所说诵 道诵 八重诵 济诵 宵 还有如来诵 日本国义一切经中 追尾变框 那个杂阿涵 就是跟杂阿涵有关的 因为现在在研究杂阿涵 导师在解释他为什么这么编 其他人都是怎么看的 为什么他们讲的 不依他们说的 再说明这个 他说分四十八卷为八诵四十六相应 五音诵 六路诵 姻缘诵 还有弟子所说道诵 八重诵 济诵 如来诵 八诵四十六相应的分拌 大抵是依照直起政治的分布次定 他说不过五音诵中大师部以下六部 追尾与箭相应合为一相应 直起分卷为三十一 为十三部 追尾综合为一个诸相应 里面包含了十三种相应 这个我们大概看就好了 因为这个是在讲两个人的不同 两个人的差别 那么最主要的是导师是 说明这个是当时的研究 有这么一个研究 那么现在导师不这么看 那是为什么 后面讲 因为他导师的分布 分次定 他有他的看法 但是他这些看法 他要讲 那么之前的人有什么看法 其实是这样 所以他说只是这一些而已 部类相应分拌不同 只是这一些而已 这一些都属于如来所说 然从说一切有部的杂阿含经来看 这样的分判是不适合的 如以卷三十一为道颂所设 与余节论设事分不合 八重与记在余节论中显然是同音内容 不应该作为两颂的不同名称 八重颂就是有记的部分 前面也讲过 所以你把它分为两个 那旅程 旅程可以说研究杂阿含经里面算是非常厉害的 他可以发现 这个余节设计设计计设计计计设计计计设计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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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集結分 這是於於結論本地分 又符合四分十頌的舊說 是比較適當的 依此判別 李承以為此中眷屬 舊堪排列無誤者全經五十卷中 僅十二卷而已 李承以為如來所說部分 原本也是次第集在一起的 所以覺得全經次第 舊堪幾乎全部多錯了 他說旅程的分類是比較適當 但旅程的說法並不完全正確 如果是這樣來看 分部類來講 前面的直起正字是八宋六十三部 這個變框是八宋四十六相應 旅程是四分十頌 就是怎麼個分類 這個要在哪一類 為什麼這麼分 每個人看法不太一樣 現在導師 因為我們這邊是在講 他為什麼這麼分 前面的人都是比較有研究成果的人 那舉出這三個人 直起正字 最為變框跟旅程 那麼有研究雜喊 而且有一定聲望的人 那麼這三個人是怎麼分 那導師為什麼不這麼分 那導師為什麼不這麼分 他後面就有看 後面就在講這些 好 那時間到我們就先講到這裡 好 大家合掌回向 願於此功德 普及於一切 我等於眾生 皆共成佛道 有陶宏 阿神 有陶宏 他也 rése